藏鱼一港受到大自然的影響 常年不斷造成淤沙的状况 一旦发生航道堵塞 县府也立即动用开火企业 轻衣输进 并将沙石堆置在港区桌边 常年下来因为无法顺利标凑 沙石是堆积入山 有一年就执行 希望县府想出对策来解决 那淤沙一直留在那个地方 你们又没有做任何一件的动作 我希望在近期内 你们要通盘检讨 第一个 我们怎么把玉砂尽快的去养坛 第二个 我们做预备 做亲子沙滩的油气场 第三个 我们要做滑沙场 这个你们都要去检讨的 是 台东西政府表示 长平鱼一港经输进而堆积的沙石 民国一百年后 经多次飙售 多位有业者愿意成功 才导致业对业高 还会再持续尝试看看 那个即使单价 现在可能一立方公尺 可能只有三四十块 甚至五六十块 我们都还是会来试试看 看看毕竟它是 长平鱼港的另外一个收入 那也可以弥补 假设有标售出去的话 这些经费也可以留在长平鱼港 做其他的建设 那如果有发展其他的可行性的话 我们这边也会一并来做讨论 我们是想说 如果能够卖出去就卖出去 这已经都堆满了 连那个要放那边要放个猪牌还是什么 都好像没有地方好放了 最好是可以 最好是可以卖出去 卖出去的钱怎么办 卖出去的钱就再来建设业港就好了 对接的沙石如果持续无法飙售 县佛也表示将会设法在沿岸 进行呼吁养潭的规划 原则新闻 法卧台东市长平采访报导